车祸后 我的心智回到了二十岁出头 婆媳综艺上 别的婆婆催生催运 而我带她度假SPAO 传授永保青春秘诀 不婚不育方林永济 不生不养先手横昌 别的婆媳矛盾频频 而我帮儿媳妇全打白脸手撕绿茶 拍下一万珠宝安慰她 有钱有盐有事业 有婆婆疼 丑老公还不回家 有什么不好的 一不小心 我就从豪门做经扩 太逆袭成了超能力国民好婆婆 婆媳综艺第二期开始录制 我睡到日上三竿才醒 一蹦一跳 瘸着腿从楼上下去 我那年纪轻轻 就成了影后的儿媳妇云书 见状来扶我 我甩开她的手 倔强地往下蹦 不用扶 我还没老呢 云书看得心惊感战 无奈道 是是是 您永远十八岁 此时弹幕疯狂刷屏 清一色的黑子 又来了又来了 这坐经又开始了 车祸倒是没伤到她 下车的时候 把脚崴了摔进 阿新雍也是没谁了 你看他拉着个脸 给谁看呢 摆什么谱啊 废话 任谁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老了二十岁 都会把脸拉到脚面 更何况还发现自己 嫁给了学生时代的死对头 跟他生了个叉双儿子不说 还变成了曾经引以为耻的怨妇 我现在的怨气 真的是比鬼还重 中午吃什么 云书见我平安着陆 松了一口气 态度有些小心翼翼 中午只有咱们两个人吃饭 只做了三菜一汤 他旋即住嘴 打亮着我的脸色 弹幕上已经有人开骂了 睡到现在才起来 节目组要求婆媳一起做饭 叔叔一个人 做了他还想挑三拣四 你忘了上一期探班的时候 他非要吃餐厅限定 让叔叔陪他一起饿了五个小时 第一期节目 已经把我的风评彻底给毁了 作为全网第一档婆媳综艺 这个节目就是聚焦到 五对娱乐圈豪门婆媳身上 有过气二线女星 和看不上戏子的婆婆 有嫁入豪门的弯弯主持人 和重男轻女的婆婆 有形成繁忙的大花 也是我那叉烧儿子的前女友 而他随机分配的豪门婆婆赵泰 是学生时代 对我家那老头子 死缠烂打的追求者 这俩人同仇敌愿 一致对外 其乐融融 搞得和真婆媳一样 成了我和云叔的正面对照组 而第一期中 其他组因为上节目有所收敛 只有我依旧我行我素 云叔虽然吸引了快一年了 但是身为影后的影响力 和粉丝量摆在那里 所以第一期受伤的只有我一个 我理所当然的 端着云叔盛过来的汤 在他期待的眼神中喝了一口 皱了眉 以后别做了 弹幕爆炸了 他还敢嫌弃叔叔 有本事自己做呀 真当自己上节目是想服来了 隔壁赵泰还知道 夸琳雅用来弹钢琴的手做饭也好吃 云叔免不了失落 不合您胃口吗 要不给您定您常吃的那家餐吧 我推过去一张卡 把那家餐厅的厨子挖回来 我家的媳妇不需要做饭 弹幕又爆炸了 这做精又要饿五个小时吃饭等等 那是什么闪到了我的眼睛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霸总人手一张的黑卡 这是真实存在的吗 云叔愕然 那这些菜 挺好的 辛苦你了 想要什么自己刷吧 锦号霸总许太妃卡锦号 锦号挖厨子锦号 锦号我家的媳妇不需要做饭锦号 锦号想要什么自己刷锦号 这些词条成功冲上热搜 节目组是全程直播的 下午给婆媳的任务时 一起逛街买东西增进感情 这档节目的看点就在于 揭秘艺人的婆媳相处方式 也没太为男人的任务 毕竟婆婆们一个比一个难伺候 行吧 反正我也没啥事 也不知道是不是节目组故意的 一到商场就和林雅赵太碰面了 他们身边跟着摄像机 一大群人乌央乌央围着看林雅在商场弹钢琴 不停有人找她合照签名 赵太在一边看着林雅欣慰的鼓掌 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也不知道是谁上学的时候最讨厌玩乐器的女生 说人家哗众取宠 林雅一曲终了 掌声响起 我本来连招呼都不想跟他们打 却没料到林雅面露惊喜的直奔我而来 许阿姨 您怎么也来这儿了 我听阿言说您出车祸了 还没来得及上门探望 云书表情有些暗淡 傅妍跟她还有联系 我一挥手 两个铁塔式的保镖 咔咔往我面前一出 林雅被拦在外面 你谁呀 林雅错愕道 阿姨您不认识我了 我是林雅呀 阿言之前还带我回去见过您呢 云书的心再一次被刺痛 原来傅妍早就带她回去见过家长 傅妍带回家的活朋狗友多了 她开派对往家里带那么多人 我还能都记住不成 林雅彻底慌了 她上节目是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营造好媳妇的人设 好从傅妍那位脾气不好 还跟儿媳妇对付妈妈入手吗 我是林雅呀 阿言的前女友 后来我出过留学了 不得不跟阿言暂时分开 观众 这么劲爆吗 影后云书的情敌竟然是林雅 还跟她上了同一个婆媳综艺 看样子 这前女友还跟傅妍藕断丝连啊 这能忍吗 云书吸引就是为了这么个渣男 看上去林雅跟着坐惊还认识呢 别是什么豪门夫人早就看中的媳妇吧 怪不得叔叔那么卑微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我冷笑一声 哦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高中就跟傅妍要车药房 还要一百万留学基金的林雅啊 我只是心智回到了二十岁 又不是失忆了 赵泰看着我的样子 太阳雪猛的一跳 这女人现在的状态有点眼熟 真是像挤了二十来岁 喷变阔泰圈子无敌手的时候 别问 问就是被喷过 你还跟傅妍联系啊 我把包递给云书 帮我拿着 云书花容失色 妈 不行打人啊 我安抚他 放心 云书松了口气 我扒了他的皮 谢谢 并没有被安抚到 观众的心情跌宕起伏 一时之间竟然消化不了这么大的信息量 云书的老公竟是林雅前男友 呸狗男女 竟然见家长 这母子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WC 林雅高中就跟人家要车药房要浅 她不是一向营造 不是人家烟火的高冷艺术家形象吗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许太好犀利呀 这综艺可是直播 他们真的没剧本 废话 这些婆婆不都是豪门吗 怎么可能照剧本来呢 没人觉得许太很帅吗 我家叔叔不是大女主吗 在婆婆面前好乖巧 许太扒皮警告 叔叔竟然是拦架的 我竟然觉得许太很宠媳妇 是怎么回事 饭不用做直接挖厨子 前女友不用手撕 自己就开始扒皮了 中间还穿插着林雅粉丝的反驳 只可惜很快就被淹没在评论里 她到底还只是个归国音乐家 顶天了就是火力是半回 人家云叔可是实打实的影后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童星出道 粉丝周期那么长 怎么可能干得过吗 林雅被当众揭露丑闻 牙都快咬碎了 表情还不能崩 泪眼盈盈的看着我 我没有 阿姨 我真的没有 阿言要给我 可是我都拒绝了 我的每一笔留学基金 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她现在就像是那个 无力反抗强权 但仍不屈服的坚韧小白花 可惜你许太我 最喜欢挖手催花 我撇了撇嘴 敷眼道 阿对对对 你清高 你了不起 你一个高中生人家省剧院 请你去开音乐会 乐山大佛都没他们慈悲 场场都是敷眼包场 你是没要敷眼的钱 你挣的都是我的钱 我通心疾首 真切的心疼我的钱 回去就停掉敷眼的卡 林雅直接掉眼泪 这不是装的 这是真绷不住啊 林雅出头啊 你看现在的舆论风向 可不利于您啊 赵太咽了口口水 她现在还真挺出 这标老娘们的 要真是之前那个 多年没战斗嘴巴生锈的 她倒是能搏一搏 现在这个 好像真身回归线原型了 是真造不住啊 而我还在对林雅进行打击 叔叔 这种演技你打几分 突然被cue的云书 你不是被邀请 当电影节评委吗 先试试水 云书揣摩着我的意思 又看着梨花带雨的林雅 真情实感 大概可能也许 把一个被公开处刑的丢脸剧情 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不得纳入北影教材呀 没有技巧 全是感情 这浑然天成的演技 我家叔叔都甘拜下风 再这样下去 许太的流量要超过你了 赵太 什么 垂死病中静坐起 打狗也得看主人 林雅再怎么不堪 也是他名义上的儿媳妇 再说了 那又不是林雅的错 是他姓许的 自己管不住儿子 赵太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又上来了 他上去拉住林雅的手 眼一瞪 咱不跟这种人计较 是他自己没管好儿子 管我儿媳妇什么事 别哭 妈给你买最新款的包 我瞥了他一眼 你这么喜欢他 叫你儿子把他娶回去呀 赵太脱口而出 我怎么可能让我儿子娶这种 林雅僵住了 全场寂静 仿佛都在等他说完 赵太忙找多 你别挑拨离剑了 你跟云叔关系不好 就来挑拨别人 我吃相 你跟你儿媳妇关系好 怎么上的综艺 还要另找 赵太耿住 我继续阴阳怪气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有人上综艺 还没有亲儿媳妇陪吧 我听说你的儿媳妇又结婚了 不会是因为儿子打光棍了 没老婆了吧 赵太破防 你自己儿子又能好得到哪去 我理直气壮 我儿子是个渣 怎么了 真诚永远是必杀技 许太的小嘴好会巴巴 他好阴阳我好爱 一老一少都被我对熄火了 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老二十岁的郁闷一扫而空 我心情大好 一蹦一跳直蹦高射点 瘸腿小许 无所畏惧 奢侈品店里 节目的另一组婆媳也在那里 是嫁入豪门的弯弯主持人刘朵 和她重男轻女的婆婆 婆婆 这个包包好适合姐姐哦 可以给姐姐买一个吗 她说的姐姐是她的大女儿 刘朵虽然还没到三十岁 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了 她的婆婆哼了两下 已经是第二期了 没必要那么装目作样了 那么小的女孩子要什么包包 回去还不是你自己背 刘朵有些尴尬 但在镜头前还是想争取一下 买一个吧 这个是新款 万万买不到呢 拜托婆婆了 我听着那小打音配着美女脸 怎么看 怎么赏心悦目 于是转向了一旁的云书 自己身边不也有个大美人吗 还是个定连美的 毫无瑕疵的大美女 云书瞬间僵硬了 她在我面前一向谨慎小心 我皱眉 你为什么不跟我撒娇呢 云书一脸猛逼 嘎 撒 撒娇 我昂昂下巴 你看人家撒娇多好听 给姐撒个娇 姐给你买包 云书直接实话 弹幕疯狂刷屏 啊 我也想看叔叔撒娇啊 撒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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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全体书画乃福利 由许太买单 云书若若的提醒 妈 差倍了 虽然看上去的确很像姐妹 但就算长得再年轻 那也还是自己的婆婆呀 云书耳根子通红 她也搞不懂 为什么平时不苟言笑的 霸总婆婆 在综艺上反差这么大 以前跟婆婆相处的时候 总感觉像上下级交接工作 压迫感极重 现在倒像是 在 人说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关可以混过去吧 刘朵人卵嘴甜 喊人的声音更惯了腻似的 难怪能当上当家主持人 还火到大路 许太 叔叔 你们也来看包啊 如听先悦而赞明啊 谁能对小甜心冷脸呢 反正我不能 我笑道 是啊 有看中了吗 我送给你 许太一言不合 就是用超能力 话说这可是高奢 现在摆在店里的 可不是基础款 十几万到百万的都有 许太真不怕刘朵选个最贵的 刘朵也不是那种 占小便宜的人 谢谢许太 您的好意 我心领啊 还是不用了 我自己买就好 好点啊 救命 我爱甜妹 刘朵的婆婆脸黑了 怎么说也是自家的儿媳妇 婆婆不买的包让别人买了 这不得把它比成什么样了 不就是一个包吗 谁还买不起啊 谢谢婆婆姐姐 也会很谢谢奶奶的 好甜哦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这种 有甜妹跟我撒娇的生活 我一直看着刘朵 完全没有发现 云叔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 叔叔现在好像 品如抓到视嫌 藏在爱丽衣柜时候的样子 叔叔是不是吃醋了 原来许太喜欢甜妹啊 怪不得之前 传叔叔跟许太感情不好 你看叔叔像是 跟许太关系不好的样子吗 我还沉浸在甜妹的声音里 袖子突然被人拉了 妈妈 给我买个包吧 拜托拜托 粉丝 叔叔在跟许太撒娇爱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郁姐家起来这么甜啊 双厨狂喜 喜欢叔叔的 和喜欢甜妹的 今天都过年了 许太 你 是我的神 我叫贵姐 把最新款的货权拿出来挑 指了几个奇丑无比的包 要么就是颜色稀烂 要么就是款式奇形怪状 嗯 许太这审美 似乎不咋地呀 花那么多钱 买这几个丑东西 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 我吃着贵姐端上来的小蛋糕配饮料 除了这几个 剩下都包起来吧 许太果然还是那个许太 我就知道 许太不走寻常路的时候 就是要放大招了 云叔也没想到 我一下买这么多包 啊 不用买这么多的 买一个就好了 我对贵姐送的饮料兴趣缺缺 他们直接把iPad拿来让我自己点 回去给你弄了香包房 我看傅盐也没给你买过几个包 当机新款都会送到家里去选 你要是没时间 可以直接看款式让人送来 我挑没看他 包还有人嫌多呀 云叔直接打给我看 谢谢妈妈 韩剧里的财发生活 还是拍得太保守了 所以许太到底有多有钱 有钱又怎么样 还不是男人挣的钱 有些人在算是吗 知道为什么许太不惯夫姓叫傅太吗 因为钱都是许太自己的呀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 许太的爸爸以前是首富吧 人家现在不聪明 是因为低调而已 靠爸爸还不是男人挣的钱 不好意思 许太的妈妈也是你企业家 跟人家爸爸势均力敌哦 短短一天时间 我的风评极限反转 而另一边的刘朵 结完账之后 又听见婆婆开始唠叨 以后不要来参加这些节目了 好好在家备孕养胎 钱没有正道 先花出去这么多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给我们家添个孙子传宗接代 这才是最要紧的 人书都为了自己丈夫吸引过 你比人家还厉害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攀比 本来离得也不算远 说话都听得一清二楚 刘朵的婆婆 本来就因为我们买这么多包 而心里不痛快 这在节目上一对比 岂不是显得她很抠搜 我不知道她的小心思 就算知道了又怎样 难道还要为了别人的看法 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吗 消费降级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都已经Q到云书了 再安静就不礼貌了 更何况 刘朵婆婆拿来对比的 也不是值得炫耀的地方 说的她好像个 为男人放弃事业的恋爱脑一样 阿姨 过去的一年里 我在电影学院进修导演 虽然没有挣到钱 但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的 云书从来没有正面 回应过自己吸引这件事 没想到上个节目 反倒公布了原因 一举打破了 过去一年里的众说纷纭 这一年里 说什么的都有 有说她嫁入豪门 实现了人生理想的 有说她为了拴住老公的心 专心备孕的 有说她为情所商 得了抑郁症的 没想到 人家暂停自己 如日中天的事业 是去学习了 刘朵婆婆面子上挂不住 现在不生 以后还是要生 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子 传宗接代 家产岂不是后继无人 我劝许太 还是早点让儿媳妇被认吧 也不至于生了好几个女儿 都怀不上男孩子 这话在内涵刘朵 再甜的甜妹 都会伤心的 OK 人说也说不出话了 婆婆就在身边 这种话题 她也不好表达个人看法 她有些醋眉 如果婆婆真的喜欢儿子 怎么办 婆婆也没有女儿啊 我周围贵姐环绕 嘘寒问暖 服务态度都要赶上海底捞了 如果家产需要通过男孩 才能继承的话 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 是自己的家产不够多呢 刘朵的婆婆皮笑若不笑 许太的家产 还不是要传点儿子 废话 我就生了一个 她是个臭小子 我有什么办法 我爸妈的家产都给了我 他们都是党员 不知道什么叫重男轻女 黑色的字幕越看越红 许太 反省一下 是不是自己不够有钱 第二期节目播出后 我的风评直接逆风翻盘 连带着节目组的流量 也一涨再涨 回家后 傅言给我打电话 妈 我的卡怎么都停了 你太有钱了 那我用什么 用钱啊 你把我的卡停了呀 自己挣 可是 为什么要停我的卡呀 因为你卡里都是我的钱 妈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傅言的崩溃 袁书在一边 看得一愣一愣的 看似敷衍 实则句句有回应 有种不顾傅言死活的高级感 我啪的挂断电话 话说 从我出车祸到现在 还没见过我的死对头呢 可恶 结了婚生了孩子 还要跟我作对 老婆都出车祸了 也不见她来看一眼 渣男 妈你忘了吗 爸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渣女竟是我自己 你要去看一眼吗 倒也没有那个必要 不痛快就去找太医 朕又不会治病 好像我看一眼就能起来似的 最终我还是去了 因为仁书告诉我 他是为了护住 我所以到现在还没出来 不过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傅安林几天前就脱离危险 转入了普通病房 我姗姗来迟的时候 她已经醒了 我的冤种好袋 正在给她跌位稀饭 怎么是住这儿啊 以我的超能力来看 至少也得是个高级病房吧 傅言挤出冤种微笑 我慈爱的母亲 您在两天前停掉了我的卡 如果您再不来看我们的话 停掉的就是爸爸的药了 我大惊失色 傅安林没钱吗 爸爸刚醒一会儿 我又不知道卡的密码 这可是我当掉腰带 换来的病房和稀饭 您再来晚点 爸爸连稀饭都没得吃了 我心虚的摸摸鼻子 这不是来了吗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傅安林被转移到了 VIP护理病房 匆忙间没人注意 有狗仔出没 傅安林自始至终 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以前至少打过嘴炮 现在都打过 嗨嗨 关系竟然比以前还僵 不过这脸还是跟以前一样 赏心悦目 就算已经四十多了 还跟三十出头似的 风韵犹存 凤眼上挑 俊得不像话 我坐在按摩沙发上 一条腿还瘸着 也不见他问一句 如果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都是这样的话 这婚姻大可不必继续维系 傅安林 如果你觉得不快乐 你不喜欢我 当初又为什么非要包养我 如果是为了羞辱我 又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我好像被傅安林的话 一下子创飞了 什么包养 什么羞辱 玩这么大的吗 我干了什么 他在说什么 死去的记忆突然开始攻击我 原来我最终还是在 变美和变富中选择了变态 高考过后 傅安林家里破产了 他考上重点大学后 只能兼职养家 被无良演义公司 骗去签下了巨额赔偿款合同 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双 而我 在一场聚会上看到了 被骗去陪酒的傅安林 勿以为学生时代的天之骄子 自暴自弃 沦落风尘 于是秉承着 面对坠入尘埃的死对头 绝不能手软的原则 我又是讥讽又是羞辱的 没想到傅安林这个家伙 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把我抵在阴暗楼梯间里亲吻 我甩了他一巴掌 是不是只要给钱 你什么都能做呀 傅安林笑得欺晚 是啊 你给钱 我就能为你做任何事 彼时 傅安林靠自己优越的外形 刚刚出演了一部剧的男配 小有名气 公司趁热打铁 把他带出来卖掉 我因为他的堕落 大动肝火 傅安林毫不在意我监力的话 稳着我的手腕 低声下气的哀求 许宁 你包养我吧 乘我青云梯 傅安林一路顺风顺水 在浑水市的娱乐圈 出于泥而不染 我当过很多剧的投资人 傅安林一路登顶 拿了失地大满贯 又拿了影地大满贯 之后彻底吸引 而我作为那个背后金主 一路抢取豪夺到结婚生子 我可真是个狠角色 金主和被包养的小明星 开端都这么劣迹斑斑 后续又怎么可能正常发展 我对傅安林又爱又恨 而从我的视角看去 她自始至终都是被强迫的 自然也就不会爱我 我的所有要求和行为 都是加注在她身上的枷锁和痛苦 生完孩子之后 傅安林忙于事业 哪怕我超能力无限 也难免变得敏感又脆弱 激进产后抑郁 傅安林不得不在自己事业 如日中天的时候 吸引了整整两年去带孩子 后来又承受着巨大压力付出 从头开始 她结婚的时候也没有隐瞒 为此掉粉无数 而我习惯了用超能力解决问题 一旦傅安林遇到什么困难 都砸下大笔的钱下去摆平 傅安林想靠自己的实力 挑着那双凤眼看着我 你除了会花钱还会干什么 笑话 我除了会花钱 我还需要会什么吗 傅安林上学的时候 就是这种狗性子 不然我俩也不会这么不对付 虽然一直以来 都是我强取豪夺 可是这家伙完全可以拒绝 我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又不是我逼着他被我包养的 又不是我逼着他跟我结婚的 在这又当又立作给谁看呢 待在一起不快乐就分啊 又不是非他不可 何必这么纠缠不清呢 强扭的瓜也啃了这么多年了 啃不下来就不啃了 谁欠他的 我冷眼看他 我错了 放你走 离婚协议书 我会让律师寄给你的 啪哒 傅安站在门口 洗干净的饭盒掉地上 摔得巨响 他就是去洗了个碗 怎么就要变成单亲家庭了 我看了他一眼 补充道 孩子的抚养权可以给你 我要不要无所谓 但是儿媳妇得归我 傅言崩溃 妈 我成年了 他搞不懂 洗了个碗 怎么回来就变成弃婴了 明明是他们俩要离婚 怎么会是自己赔了夫人又停卡 不爱别伤害 妈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你不想要的儿子 心中的呐喊了吗 傅安林的事还没完 一条消息空降热搜 锦号傅安林 许太锦号 演艺圈消失的传说傅安林 当年隐婚的妻子就是许太 而且据小道消息了解 许太出车祸那天 捧车的另一个商员 就是傅安林 所以叔叔是小说女主配置吗 公公是古早传说 婆婆是首富之女 自己是隐后 唯一污点竟然是毫无存在感的丈夫 没人觉得许太拿的 才是小说女主剧本吗 当年副歌官宣的时候 可是刚拿了大满贯 不少粉丝哭晕 注意真的晕了叫救护车的那种 这一家人随便哪一个拿出来 都是天降主角剧本好吗 就连副总也高低是个总裁呀 副总本人 谢谢 是二十来岁被妈妈停掉卡 只能卖腰带的七阴一枚呀 另一边 节目组突然通知 接下来的节目将把五对婆媳 集中到同一场所进行拍摄 有助于大家交流经验 共同进步 说的观点堂皇 实则就是看着几组婆媳交锋的时候 流量最高 于是连夜修改规定 婆媳综艺的第三期开始了 纷争和内卷也开始了 那个过气的二线女星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 给婆婆做饭 带动连锁反应 厨房的灶台都快烧冒烟了 林亚为了搬回一城 稳固自己的贤惠人设 也咬咬牙起了的大早 而此时 我正在睡美容觉 一直等到云叔睡到自然醒 你看其他组都已经吃上了 就要去给我做饭 又想着我还没起来 就先把菜马好 等我醒了再直接做 我一直睡到日上三干 其他组别说是吃饭了 碗都洗干净了 我才慢悠悠的醒 云叔在那里看剧本 看到我出来了 问 妈妈你醒了 早上想吃什么 我点点头 爱死这小打音了 果然选择不要儿子是对的 你睡好了吗 家里的厨子也来了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带的是粤菜厨子 吃的惯吗 我话音刚落 一个利索的大姐 扛了几个小蒸笼就进来了 在厨房咔咔咔一顿忙活 每一个动作是多余的 而我端着云叔 给我倒的温水绰饮 许太的便携厨子 只要超能力够用 哪里都有任意门 有钱人家的厨子 竟然还分菜系 所以说许家的媳妇 不用做饭是真的 我愿意嫁给一个丑陋渣男 只求婆婆是许太 天都亮了该醒了 许太的老公是傅安林 亚洲第一美男听说过没 副总可以普普通通 但绝不可能长得丑 等我一杯温水 慢吞吞下肚 早饭就已经好了 并不太多 只求少儿精 刚好够吃 你早上还起来洗菜了 手都洗坏了 下午去做个手部护理养一养 云叔受宠落惊 不太习惯这种精细 不用了妈妈 只是洗了个菜 不必这么大费周章 我咬了一口瞎黄脚 摇摇头 大费周章 你跟着复言 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这只是一些日常琐事 你还是早点习惯为好 以后跟着我生活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是的 我夺儿媳妇抚养全知心不死 中午的情况果然大有改善 只有五点起床做饭的女星 仍然坚守灶台 剩下的几组 要么点外卖 要么去餐厅吃饭 随即还要忙自己的工作 尤其是行程很忙的那位大花 趁着拍综艺的时候有时间 还要去剧组不几个镜头 于是她婆婆就不乐意了 平时行程忙也就算了 上个综艺你还要去工作 你就把我老太太 一个人放这儿像什么话 大花无奈 这不是片子 马上就要去送奖了吗 晚上就回来了 我陪您去吃顿好的 我稀罕那顿饭 你这样子 什么时候才打算生孩子 妈 怎么又说这个 我现在是事业上升期 我 哦 事业上升期 就能把家庭扔一边不管 你这么忙 一个月都回不了几次家 你让你老公一个大男人在家 怕你像什么样子 大花还想说什么 被婆婆直接打断 别扯什么事业上升期 人家云叔拿了影后 照样吸引回家 跟老公好好过日子 人家现在又不是不哄 哦 又Q到我家云叔了 原来叔叔在别人家婆婆心里 印象这么好啊 只可惜 没一个欣赏到点上去的 你多跟云叔交流交流 看看人家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 人家上综艺 就一心一意陪婆婆 哪像你 家里又不是没有钱 我也可以像许太一样 天天带你去做护理 哦 你说起有钱我可就来劲了 叔叔 我明天带你选珠宝吧 不是要上电影节吗 这是你付出后的第一次红毯 就当是妈妈恭喜你付出的礼物吧 我可是全力支持云叔的工作的 他爱干啥干啥 我Q 大花的婆婆笑得有些难看 云叔这么快就要付出 肯定很忙吧 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云叔背着经典一问问 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顺其自然吧 该要孩子的时候就要 没用的废话文学又增加了 大花的婆婆又看向我 许太也没有规划吗 无所谓 又不是我生 车上 云叔问我 妈妈真的不想抱孙子吗 抱什么抱啊 我自己还是个孩子 我不 你们要是生 我可不帮你们带孩子 那 那如果不想生呢 无所谓 傅言会劫杂 云叔忍俊不禁 在我嘴里 傅言又扎又要去劫杂 我快乐了 完全不管儿子的死活 这次的电影节 节目组的四位女星都有被邀请 当然这种盛会有名气没名气的都会上去蹭一蹭 只是咖位有所不同 二线女星虽然过气了 但还是参演了一部电影的女配 流量大花则是第一次挑大梁 作为主演参演电影 刘朵被请过去当主持人了 至于林雅 她一个弹钢琴的 也不知道怎么拿到电影节邀请函的 网友一巴发现 她的邀请函不是嘉宾戏 而是观众戏 电影节甚至作为节目的重要看点 被单独做了一期主题 主要就是揭秘女明星走红毯之前的那些准备活动 所有人都以为我要带任书去珠宝厅 然而 我带她去了拍卖行 今天晚上的弹幕格外疯狂 许泰的part 是我了解上流社会唯一的途径 许泰的生活我的梦 拜托 这可是苏富比拍卖行 许泰今天晚上到底要买什么呀 所以这个世界上 多一个富二代会爆炸吗 任书也是第一次来拍卖行 即使他挣的很多 但是看着今晚拍卖名单上的数字 还是忍不住折舍 妈 只是一个红毯而已 你这让那些珠宝收藏家们 情何以堪啊 能流落到市面上的东西 都不能算是最顶级的 最顶级的早就被人收进保险柜里 只有有价无事的东西才能叫做贵重 想买都买不到 看来他对自己嫁到什么样的家庭 还是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都怪富严 锦号许泰1.4亿珠宝锦号 锦号许泰古董绣场礼服锦号 锦号许泰泰斗吉造型师锦号 今晚群星会翠 然而霸占热搜榜的人却是我 平平无奇处儿媳妇的富豪婆婆一眉呀 今天晚上的红毯也完全配得上云书的礼服 毕竟是重量级奖项 然而我优秀的儿媳妇已经当上评委了 越看越觉得我那叉烧儿子配不上他 节目组还特地弄了几张观众席的邀请函 请婆婆们去观看星光熠熠的儿媳妇们 让他们看到自己儿媳妇在工作中的巨大魅力 反正赵太连都快丢干净了 李亚不知道是怎么蹭上的红毯 你一个弹钢琴的最多也就算个综艺卡 你上什么电影节红毯啊 上红毯也就罢了 李亚明显就是没有经验 在红毯上走一步停三下 人家摄影师根本就不认识 没人抓拍没有知名度的人 但是直播镜头可以给到他 看着都尴尬 节目组的弹幕几乎是轰炸式群潮 他没事吧 一回国就营造什么归国艺术家 天才钢琴师 他也不算特别年轻了呀 跟云书打了一台也要定量定量自己的本事 人家云书现在已经拿了两个重量级影后了 就是回来跟叔叔抢豪门的呗 没想到吧 豪门不是副总 而是许太 红毯过后 李明星们在后台整理装发 换内场的礼服 云雅又开始委屈带泪 甚至把跟拍的摄影师给挡在门外 他又没有单独的化妆间 没地方给他哭 只能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照他已经摆烂了 面对镜头笑呵呵 孩子嘛 有情绪让他自己静一静 咱们应该给足他们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其实他找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人经过 只是今天每个人都很忙 没人搭理他罢了 我只是去找云书 没想听他打电话哭诉的 可是谁叫他一口一个阿炎 一口一个阿炎的 这咱不能不听了 找到证据 然后名正言顺的 把傅炎那个浪费钱的踢出去 Bingo 阿炎 我真的好想你 你要是能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会给你的 等节目录完之后 我就给你 到时候我提前给你发时间和地点 我捏着手机 一时间在犹豫 要不要给傅炎打电话 他着实有点不识好歹了 我可以允许他不爱云书 但绝对不能允许 他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 这让我想起了傅安琳 也许一开始 我们的关系未必会走到这么强 只是他有太多绯闻 太多爱慕者了 我这么有钱 没必要在爱情中换得换失 于是渐行渐远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 是一身银白紧身于尾裙的云书 眼波艳艳 井上带着昨天拍卖的 超大克拉蓝宝石项链 云书这个孩子 长得真的很好看 人对长得好看的事物 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和联系感 就如同当年我不忍 让傅安琳身陷泥潭 我也不愿意让云书 在一段失败的婚姻里纠缠 你都听到了 云书汉手 妈 走吧 一到红毯 一到舞台 他就是那个 天生就甘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他注定在影史上留名 所以也无需再一个 到现在都没露脸的家伙 电影节过后 我看着云书没眼间 还有几个预设 真不知道傅言那个混蛋 到底是怎么把云书取回来的 想去旅游吗 我问他 旅游 我最近都没有接工作 妈妈要去哪 去海边吧 带你去散散心 云书也有点想去玩 他年纪轻轻 能获奖当影后 背后自然有无数个作品当阶梯 他是娱乐圈著名劳模 连当初结婚 都能算得上是抽空结了个婚 现在好不容易有时间有档期 不如出去放空一下自己 说起来他去的地方虽然多 还真没有这儿八经旅过几次游 好啊 谢谢妈妈 咱们什么时候去 十 十天之后吗 九 八 七 六 天空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 一架直升机缓缓降落 我拉着云书登机 云书还没反应过来 我还没有收拾东西 不需要 什么都有 这就是超能力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还真是 说走就走 因为我和云书去海岛旅游了 节目组吃到了上几期节目的热度 直接把最后一期节目的点定在了海岛 竟然还把每一对妥习的丈夫请来了 谢谢 大可不必 我要联系投资人撤资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最尴尬的是林亚 因为节目组请来的是 赵太那位刚离婚不久的儿子 几个人大眼瞪小眼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前几期还妈妈儿习叫的欢 最后一期直接全家齐上阵 这再叫 难道要林亚跟刚离婚不久 带俩娃的男人吵CP吗 这也没有刻点啊 而我见到富安林也很尴尬 离婚协议书都寄过去了 现在让我给你表演一个 和和美美一家人 傅言和云书也是 傅言照顾老爸照顾得满脸憔悴 云书态度淡然 于是弹幕上都是 这家的两队 都像那种貌合神力的礼仪夫妻 好门联姻毫不相爱那种 可是看外貌真的很配啊 一家人个美个的 谁懂啊 富哥都几年没出来拍戏了 燕子 还会复出吗燕子 说不准 云书都复出了 富哥都上综艺了 复出拍戏那还远吗 富总也很帅啊 为啥没人夸他 富总单看还好 跟爸妈在一块 总有种地主家傻儿子的感觉 富言一个人还傻拉巴基 沉浸在二十来岁 还要面临父母离婚的惨事里 连媳妇都不爱搭理自己 满面仇云 本来我和云书是爱度假的 现在跟加班有什么区别啊 还要面对富安林 气氛略微凝致 林亚还要来掺一脚 阿言 你看这件衣服 你还记得吗 我现在穿上还好看吗 他今天还特地穿了 他们高中的校服 旧情富然的修罗场 仿佛正在凝聚 我都想磨刀霍霍了 人书直接把脸偏到一边 结果富言这货还真点头了 好看 林亚的眼中蹦出欣喜 他跟富言还是有可能的 富言满脸认真 越看越像你欠我的那三百万 能不好看吗 空气安静了 林亚磕磕巴巴想要掩盖 阿言 你说什么呢 什么三百万 咱们的关系 他话还没说完呢 直接被富言打断 怎么说也是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了 蹭一下睁大了眼睛 你毕业跟我借了三百万 当你的留学基金 白纸黑字的欠条打着张呢 这可是有法律效力的 你前几天还说节目录完了还 结果每次给我打电话 都东拉西扯的 我就知道你想赖账 再不还就等着接法院的传票吧 林亚磕奔走 富言一回头 就看着三双眼睛盯着他 吓一跳 干嘛 你跟他联系是因为他欠你欠 那不然呢 之前我不急用就没催 你把我卡给停了 我再不要债 真就和喜北风了 我不相信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又问 你问你爸要啊 再不计还有你媳妇呢 叔叔可是上福布斯的人 谁家二十多岁的人 还跟老婆要钱啊 跟我爸要那不是啃老吗 我冷笑 那要我的钱就不是啃老了 富言嬉皮笑脸 你又不老 您看着像我妹 我一巴掌就拍过去了 我现在相信了 就富言这智商 能做出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 也不知道这脑子是随了谁了 我看向富安林 富安林头也不抬地道 我读书的时候年级第一 我吃笑 说的好像谁成绩差了一样 富言也考年级第一 成绩好不代表智商高 智商高也不代表情商高 是 你双商高 二十年看不出来我暗恋你 我面无表情 那可真够暗的 不信 也许这档婆媳综艺 唯一解决的 就是人书和富言之间的误会 当富言知道 他为什么被停掉卡 又为什么被老婆冷带之后 直接崩溃了 他每天都在画圈圈诅咒林雅 毁掉了他清清白白的名声 他当年明明是个黄花大龟男 跟林雅就谈了几个星期 不仅严重掏空了他的零花钱 还妄图亲他的脸 林雅竟然想玷污他 林雅联系方式做了老婆冷板凳 那可是三百万啊 总不能不要吧 后来这债权转移到云书身上 林雅直接还钱山连 而我就跟当初突如其来的 变成二十岁星智的时候一样 满减四十七减三十 回到了高中课堂 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呢 一睁眼看见富安林那张 过分年轻又过分俊秀的脸 我去 什么时候变同桌的 富安林挑眉 我跟老师提的 你要干什么 我防备的看着他 严重怀疑他不安好心 太暗了你看不到 总要走到柳安华明吧 所以你记得自己求包养的事 富安林磨牙 非要互相伤害是吧 看来他的追欺路 还是山崇水赋 不过没关系 他一定会规避 所有的错误路线 直到走到许宁身边 所以 我那个叉叉儿子 到底要不要回来那三百万啊 还有 如果再生的孩子不是富岩 那人数还能给我当儿媳妇吗 你确定 富岩是这个时候怀上的 不确定 再试试 没办法 总能因为儿子 连媳妇都不要吧 全文完